周迅 周迅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去年 连着看了周迅的三部电影 加上跑宣传 累不累啊这么长时间 就差不多半年的工作就是这样 还行还行 因为就是宣传之后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的那些 那些肯定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那08年说实话 已经是非常的辛苦了 09年在电影方面 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9年其实现在也在 努力的拍着 我和那个冰冰 在拍那个《风声》 但是09年除了拍戏之外 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环保这件事情上 说到环保啊 其实呢 这是周迅担任的另外一个工艺的一个职位 对 就是少开一天车 然后 就是不用一次性筷子 不用塑料袋 然后节能 那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了解哈 周迅呢 所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是由著名导演 谢铁离指导的 我们有请谢铁离导演 为周迅 大家有请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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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没准备讲话 我已没有预感到 我跟周迅办奖 他进入电影界 跟我拍了一部 以示辽载中的戏 叫古墓荒灾 他演的是小狐狸 当然 这部电影 没有得讲 而他后来的 辽载中的狐狸 得讲了 因为我的年事已高了 我今年已经84岁了 所以 北京电视台 请我来办奖 我感觉我非常荣耀 就说明 还没有忘记 我这个过了时的导演 该下架的商品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导演 您从来没有过时过 在我们的心中 您是最好的 其实没办法不激动 因为 因为18年前 如果没有谢导演 他让我演的第一个角色 我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我也不会知道表演的美丽 我也不会知道电影给我的生活 带来这么多的感受 就是 谢谢 然后也谢谢北京台 那么用心 导演 来给我办奖 谢谢